哈囉大家好,我是MiniDoraCat 在12月17號凌晨2點的時候呢 紅彩6號釋出了第一次的更新檔 也就是1.1版本 那同時官方也發佈了一個高清材質的DLC 可以讓我們使用4K的材質 那 現在這個教學就是要教各位如何安裝這個DLC 首先我們 因為我只有買Steam版本 所以如果YouPlay版本的 可能要請後續看有沒有網友願意提供 DLC的位置檔案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示範Steam版本的 首先先點到DLC這裡 然後呢這裡有個高清材質的DLC 點進去 因為我已經有安裝過了所以它會顯示這個 那沒有安裝過的 可以直接點這個進行遊戲 但是它會同時開啟一次遊戲 然後開啟之後呢 它會在背後下載大概7.2G的檔案 所以我們必須要等到它下載完成之後 再重開一次遊戲 才會出現 那這個DLC 因為它會增加 顯卡記憶體的使用率 所以 比較建議 有高階顯卡的人 在使用 不然可能會非常的lag 這個 然後我們到選項 圖像這裡 有個貼圖品質 大家可以看到多了一個超高的選項 顯卡記憶體使用率就差了1G 然後這裡有說明 超高設定只有安裝 超高材質 DLC才可以使用 所以 各位就 斟酌使用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 Uplay的DLC呢 後續看有沒有人願意提供 謝謝各位 如果喜歡我的教學的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